Hello 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是10月21日星期六 今次要跟進10月16日早上9點多 在德望學校之前有一個異服批的人偷影 這位人除了異服之外 還躲在類似格手後偷影和偷窺 而今日黃大仙警區亦公佈 根據翻查學校CCTV的紀錄 在昨天20日晚上7點多的時候 位於新蒲江工廠大廈一個單位裡 除了拘捕一名30多歲的男子之外 也同時在該單位發現了 大量女性用品包括大量化妝品、鞋子、絲襪 以及多套不同學校校服 所以警方不排除也懷疑有其他學校同樣中招 其實我個人認為 你同樣有這些癖號、草、一些女性物品 或者異服癖不是一個問題 但你不可以滋擾到別人 如果是你個人的喜好影響到他人 還要有可能犯法的 那又何必呢 今次跟大家分享到這裡為止 不要忘記訂閱、按讚和分享 留意建議性的留言 以及多看一些照片 最好就Like我的後備頻道 NowHK 有你們的支持我會無限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